这个根部吗 没有笋尖 这个没有笋尖 因为笋尖它不好切丝 它这一块太熟了 就用这根部这一块 根部 然后你给它 这是给它从外头往里面片 对 这样这个丝能切得多一点 薄一点也是 细一点 如果你要这样切的话 你取不了多少肉来切丝 因为到了里面这一块 它又切不上丝 空心了 到里面的时候 可能就切成一粒粒的 小粒了 就这样顺着它往下片 这是一个拱形 你从这个拱 滑滑滑滑到这边这个拱 这边这个拱 然后中间这位置还能用得到 所以说中间那位置自然就成丝了 这需要一定的刀工 也需要你的刀快一点 对 主要刀要快 没错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细丝 你看这样子 我们切它的时候 现在要容易一点 对 这耳关的这个 出菜的这个 这个成料 不浪费 对 对 这造型也好看 都是长长的细丝 好 现在所有的笋丝都处理好了 你看到了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里面这个芯也能用得到 大厨 咱接下来怎么做桂花笋丝呢 这个打鸡蛋 你这是用了三颗鸡蛋 对 三个蛋黄 三个蛋黄 这个只用蛋黄 蛋清就不用了 蛋清不用了 哇 只用蛋黄来做这个 对 嗯 把蛋黄都取出来 用这么多的大量的蛋黄吗 对 好 那这个蛋清留下来 做别的美食 做别的美食 这个蛋黄颜色真是够黄那样的 嗯 加点盐 嗯 然后把这个笋丝呢放进去 直接放进去 就像我们打鸡蛋 跟它一起来打一个样子 对 哇 直接搅拌 我们做这个样子最后的时候 是什么样 我难以想象 因为我要炒笋丝 我以为是那种轻炒的 以为是蛋那种 五条这样和炒鸡蛋一样的 对对对 嗯 你是拌在一起现在 对拌在一起 还是什么宣企 我们还不知道 而且大厨只用了五个蛋黄 没用别的 对 放了一点点盐 没错 这样来回的搅拌一下它 你看哈 我们这个笋呢 蘸了一点蛋黄之后 这个表面 这个黄亮了真是 好嘞 这周呢 我们这个蛋黄和笋呢 再让它这么相互的浸泡一下 观众来点油 用的是青岛胡姬花的 古发小炸花生油 它是用古代鸭炸油的工艺做出来的 浓浓的花生香味 非常适合家庭烹饪 好 还不知道究竟今天要干嘛 到底您这是算划一个锅吗 之前 划一个锅 划一个锅 这个主要是目的 就是让它别沾 不沾锅的 而且油要少一定要少 就是咱这道菜 就是说所谓划锅 剩一点油就可以了 对 不用说再加别的油 不用加 好 直接摊进去 你要做成一个大饼状吗 炒 是炒的 大厨今天 神情泰山自作的样子 好像很有火 对 但我和郭老师在这旁 总觉得这道菜是新的大厨 是啊 大厨告诉我们 你在炒它的时候 我感觉有点干了 你就这么干炒吗 对 就是干炒 就这么干巴巴的炒 对 你用那么少的油 把这个鸡蛋都已经 炒到这个 干香了 干香了 而且像是都 像鸡蛋的糯一样 粘在这个死丝上面 你不觉得很像桂花吗 桂花开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小样 明白了 原来我们刚才这个题目是桂花笋丝 就是炒出来这个状态 真的像桂花 是啊 我们那个盘子中 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春夏的 这个春夏之交的景象 桂花笋丝 比如说的大出来 真的是一道像鸡蛋的菜 很像桂花 很像桂花 因为八月的时候桂花香 是金桂 那种金色的那种桂花 没听说到